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国小国语 认识比较阅读 各位同学大家好 你曾经听过比较阅读吗? 在这节课当中 我们将说明比较阅读的定义 如何挑选比较阅读的文章 最后还会举例说明 如何进行比较阅读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比较阅读吧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 什么叫做比较阅读 所谓的比较阅读 就是将两篇或多篇文章对照阅读 分析文章的相同点 和不同点的一种阅读方法 阅读时将文章放在一起 对照着阅读 可以对文章的内容 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选择相同主题的文章 进行比较阅读时 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挑选 第一个是不同内容 以金字塔为主题的文章 都提到了金字塔的历史 建造方式和艺术特色 不过会因为作者的不同 让描述的顺序 使用的语词呈现作家特色 还可以找相同主题 不同例子的文章 比如说我们阅读有关埃及的文章 相同的部分可能都谈到地理位置 气候 但说到特色 不同作家所举的例子可能各不相同 有的从法老王 有的从金字塔 认识埃及文化 最后 也可以找相同主题 不同形态的文章 像是我们想知道 埃及有哪些好玩的景点 我们可以从其他人所写的邮寄 或是旅游指南 两种不同形态的资料 认识埃及 总结一下 你发现了吗 进行相同主题的比较阅读时 我们可以从不同内容 不同例子 不同形态的文章 找出相同与相义点 以下就三种类型 分别举例说明 比较阅读时 文章的内容和形式 都可以互相对照比较 我们以一年级的课文来看 两个不同的版本 都有春天来了这篇课文 但课文中 所写的内容和叙述方式 都不尽相同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两篇文章 有什么相同点和相义点 先看相义点 妈妈说的话当中 我们可以从花朵绽放 草地变绿 天气暖和 三方面直到春天来了 至于在形式方面 透过妈妈说 弟弟问妈妈 妈妈笑着说 三句妈妈和弟弟的对话中 说明从哪些地方 可以发现春天来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 南一版一年级下学期 第一课春天来了 在叙述的形式上 各段都采用 春天来了 来到哪里 的句子 以提出问题的方式 引出从哪些地方 直到春天来了 在内容方面 文章从柔柔的草地 绿绿的树上 香香的刚开放的花朵里 三方面直到春天来了 形式 内容 都和前一篇文章不同 接下来 看两篇文章的相同点 找到了吗 这两篇文章的题目相同 都是同诗 都有三个段落 都从花草切入主题 你还发现了什么吗 原来 同样都是描写春天来了 可以用对话 或自问自答的方式 来表现 内容可以是大自然的变化 或对春天的想象 比较阅读 让我们对写作 也有了一些方向 在相同的主题中 我们还可以从不同例子的文章 比较阅读 以人物写真 这个单元为例 这个单元 有永远的马街 海伦凯乐的奇迹 读书报告 林书豪的故事 攀登生命的高峰 四篇课文 从单元页 从单元页来看 各课续写的人物 有马街 海伦凯乐 林书豪 和江秀珍 这些人物 因为对生命有爱 热情 和勇气 以切而不舍的精神 突破种种限制 活出自己的人生 当我们进行比较的时候 可以找出各篇课文人物 努力的经过 整理出每个人物 遇到了哪些困难 如何克服挫折 达成自己的梦想 也可以比较续写的手法 像第六课 读书报告 林书豪的故事 明显的与其他课文不同 是透过读者的角度 以读书报告的方式 呈现林书豪奋斗的过程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相同的主题 不同形态的文章 如何进行比较 以海豚为例 可以看到说明和继续 两种表述方式的课文 我们挑选的是 康轩武上海豚 和汉林武上黑白间的光彩 两篇课文 首先阅读康轩武上海豚一课 这一课 一开始客观的说明 鸡豚类分成虚晶和齿晶 而海豚属于齿晶 接下来还介绍了 海豚流线型的长相 和鼻孔的功能 这些都是用说明的方式 来介绍海豚 内容是知识性的客观事实 这类的文章 帮助我们增长知识 例如 什么是回音定位系统 透过文字 加上图片的补充说明 让我们知道 海豚如何侦测 鱼群的位置 文章的最后一段 提到海豚生存 所面临的威胁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现况 探究问题的原因 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另外一篇介绍海豚的课文 是汉林版武上 黑白间的光彩 作者一开始 仅说明 这种大型海洋哺乳动物 不同于一般的鱼类 它们身上的颜色 并不多彩多姿 没有明确的点出海豚 作者写和花纹海豚 一起游泳的情景 呼应课文标题 黑白间的光彩 续写海豚身上黑白两色 在蓝色海洋中的流动变化 着重作者看到海豚 在波浪中光以变化的描写 包括我感觉 我也十分惊讶于 这篇文章 多为作者个人的主观感受 与前一篇海豚 客观的描述 有显著的差异 一个是以主观感受的继续文 作为写作形态 能使人有胜利其境的感受 另一篇海豚 则是客观的描述 海豚的外形 生态等知识 读者可以因此而更加认识海豚 增长见闻 你是否曾因为阅读了 什么优美的文章 或精彩的电影 而开始搜寻内容中 所提到的某个主题呢 例如看了电影《侏罗记》 而开始读恐龙百科 读了《我和我的野生朋友》后 开始查询南非这个美丽的国度 恭喜你 你已经在做比较阅读咯 还记得这堂课我们学了什么吗 让我们一起来重点回顾 一开始说明了比较阅读的定义 可以透过两篇或多篇文章 比较相同点和相译点 进行比较阅读时 可以从内容或是形式 两方面进行比较 选择相同主题的文章时 可以从不同内容 不同例子 不同形态的文章进行挑选 对比较阅读有基本的认识后 你可以尝试自己进行延伸学习 例如透过YouTube观赏虎秋静 另类阅读方式 比较阅读的精彩演说 也可以到国小国语线上教学影片 寻找继续文 人物写真 一 二 深入阅读海伦凯乐的奇迹 这篇课文 另外 海豚一课提到了说明的方法 欢迎参考说明的方法 一 二 三 认识说明文的特征 学习更多说明的方法 中文的特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